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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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藝術 藝術就是生活中的社會運動 回到藝術的本質 它就是一個你在生活中 譬如說我對這個東西的抱怨 我心喜歡的東西 我對未來的想像 全部都發生在生活中 你舉凡去想的任何一件事情 統統都對得起 這就是 藝術的價值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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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類在這個地球上 其實它有很多事情可以選擇 做與不做 那我們從哪個角度去做 符合這個小動物的需要 所以並不是說 我們覺得我們人類想要給什麼 就給什麼 不是 是它想要什麼 我們是站在它的立場來看 它想要什麼 然後呢 當我們在 面對這個小生命的時候呢 你是很冷漠地走開呢 還是像小女孩這樣子 願意把你最快樂的世界 再跟這個小生命去分享 我自己就想說 如果我是一隻貓 我看到 看到那個 那個 人類有那麼多的活動 我會不會很羨慕啊 我看到他們吃病 我會不會想吃啊 我看到他們 那個 馬路上都可以走來走去 都不怕被 被人家欺負 我會不會很羨慕啊 所以 我就突然覺得說 比起來 野貓好可憐喔 好像白天可能他們 都前不太敢出來 晚上才敢出來 那就好像活在那個 閃的陰影下一樣 白天當然都禁不得了 那也不曉得他們是怎麼 活過來的 有時候我們家鄉口 有一隻貓 一隻小貓 一隻叫 一隻叫 那我覺得好可憐 那當下 那一天老師在講座面的時候 這個浮誇的話 我的感覺 我就出來了 我就想把它畫出來 我就是這樣而已 我就覺得那種愛 出來一點 為什麼就這樣跑出來 那也很感謝 因為老師的帶領 我以前不是很愛動 因為忙於工作啊 貓和狗 我都不是很愛 可是這幾年 這幾年下來 我覺得貓和狗 真的好可愛 慢慢喜愛到他們 然後 因為老師的帶領 我稍微去關注這個議題 原來 我們應該都付出這次 我這幅畫呢 畫的是無名 那我是從小在永和長大 那平常在白天的時候 不會有看到有任何的貓咪出現 那只有在晚上的時候呢 這個小小的夜行星動物才會跑出來 那永和呢其實是一個 讓人覺得很有魂化的地方 也讓人覺得跟貓咪一樣很寧靜很祥和 當你回到永和的時候 就要向你回到的家 那麼的有安全感 我們為什麼要辦這次的畫展 為什麼要做這次的事情 絕對 絕對不是只是為了要秀一秀自己的畫技 想要做一點什麼趣味的展示 也不是 主要重點是在傳達一個觀念 在表白我們的信念 如何對於生命平權 跟對於站在動物的角度 我們該如何理解 如何理解 人與動物共生 是一個什麼樣的風景 所以我們才開始做這件事 那這個畫展 對我們來說 它只是一個開始 只是一個開始 但是我們在永和開始 用自己的能力扎根的開始 未來還會爆出什麼 我老實說不知道 但是如果可以透過這個畫展 可以串連更多的力量 大家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我相信真的是一個 對於一個 這個環境 會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轉變 我們會切成熟熱的 我們會的重量 那些圓像 進出這種畫面 輪到設備 我們會把這個畫面 對於是